这个房价蹦风的问题 在实价登陆之后真的都现行了吗 根据第三季的双北预设屋 还有新陈屋的最新资料来显示 台北市的平均单价一平在86.3万元 比起上一季是涨了有1.2% 而在新北市的部分也涨了有0.7% 房价的居高不下 实价登陆居然沦为了炒房工具 有重建业者就踢爆了 越来越多的建商以互相换屋的方式 在完成过户的程序的时候 不管已经互相抵掉 根本没有实际交易 但是借机来垫高两成的房价 很快这个周边的房价 就被炒高了两到三倍 有公信力的这种系统上面 建商很容易因为互相交换房子 那就把房价垫得很高 原本政府极力宣扬的 打房利器实价登陆 现在沦为炒房工具了吗 仲介业者踢爆竟有越来越多的建商 互相换屋制造假交易价登陆 进而垫高房价 感觉还蛮像黑箱作业的 老百姓越买不起房子 都是因为这些家伙 不公平那就要看政府怎么做 也能够抓到要撞罚 以林口新案每平33万来看 有两家建商以同样价格物件卖物给对方 但一次成交就垫高两成价甚至更多 开价金额炒到40万元 有心人士继续以同样方式操作 很快房价就被炒高到2到3倍 尤其是新兴的重划区 像是林口新装等等 都有建商刻意炒作 另外还有部分不肖业者还谎报租金 刻意在网络上登陆比较高的价格 除了能够少缴一些税 对于该取有多户物件的屋主 也能借机拉高周边的价格 民众租屋买房钱多问多看 做足功课还是必须的 记者李文科万俊梁台北报道